大家好 晚上20点37分啊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著名的抗日将领 张领辅将军的遗孀 应该叫张王玉玲女士啊 他后来生活在上海就叫王玉玲女士 追悼会啊 五天前 10月16号礼拜六的上午10点 在上海的浦东殡仪馆举行啊 有很多人送来了花圈啊 我主要给大家梳理一下啊 看看都有谁送花圈了啊 第一个是蒋孝岩 蒋孝岩也就是张孝岩 国民党的副主席啊 也是立法委员 现在他的儿子吧 蒋孝岩的儿子叫蒋什么 现在我忘了他名字了啊 他也是国民党的后起之秀 现在他儿子是立法委员 他退出了啊 这个蒋孝岩是蒋经国总统和这个张雅若女士的非婚生子女 他们是北京话叫双半 双半啊 就是那个双胞胎啊 这个郭德纲的相人不说了吗 于谦啊 你是双半 双胞胎啊 那个死的啊 是你啊 你是你哥哥 就是这种无厘头哈 张孝岩是双胞胎的哥哥 他有个弟弟叫张孝辞 孝岩孝辞兄弟俩 他们的母亲死的反正蹊跷啊 有一些不明不白 死在了广西桂林 原来是在江西的干南 跟那个谁 跟这个这个蒋经国俩有私情 那会儿好像蒋方良 蒋经国的老婆 应该不在干南 应该是在重庆那边啊 所以这个 而且我听说这个张雅若 他之前也有过婚姻 好像嫁给了他表哥 后来好像没离婚 应该是婚姻的存续期间 又跟蒋经国 然后还生了这段孩子啊 这个听说啊 有一个说法是 蒋经国的一些老部下 有可能有王生啊 等等这批太子的人 蒋经国将来接班嘛 谁都知道啊 然后把他干掉了 因为他想登堂入室 要名分 有点像那个江湖传说的 跟肯尼迪哥俩 总统和司法部长 亲哥俩都睡觉的 那个女的不叫费文利 叫什么 玛丽莲梦露 是吧 实际上梦露和美国历史上 一个总统叫门罗 门罗主义啊 南美是美国的后花园 美洲人的事务 美洲人做主 不让欧洲人掺和 不让他们染指 啊 那个门罗主义 那个门罗总统 门罗和梦露 应该是同一个词 是吧 然后有张孝岩啊 他的弟弟死的挺惨的 孝辞 原来是东吴大学的校长吧 东吴大学 你听这名啊 就是原来在大概在苏州 然后签到台湾来的啊 好多大学都是是吧 包括新竹的呃 清华大学是吧 很多大学都是从大陆签过来的 然后这个张孝岩 然后第二个是国际鸿门中华总会主席 叫刘佩勋 啊 率全体昆中啊 这个制议 国际鸿门中华总会 刘佩勋啊 鸿门 鸿门跟国民党历来关系不错 其实鸿门很多的这个徒子徒孙啊 很多的成员 我听说那个广州黄花岗啊 大陆说黄花岗台湾叫黄花岗 七十二里也是 差不多四分之三都是鸿门的那个成员吧 啊 然后有有孙中山纪念会会长徐亚明 这个孙中山纪念会 我听这名字应该是大陆 台湾如果是蓝营的泛蓝阵营的 一般不怎么直呼孙中山的大名 一般称他国父或者孙总理等等等等啊 这像是大陆的啊 当然我不确定啊 还有前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吴敦毅好像是南投人吧 南投好像是台湾唯一啊 内陆的没有海岸线的县市 是吧 南投的吴敦毅 国民党前主席 还有陆军官校 专修班校友总会荣誉理事长韩国瑜 还有韩国瑜 还有理事长蒋成龙 这个陆军官校专修班 有点相当于大陆说的大专吧 是吧 反正那个学历要比那个正式的毕业生要差一点 陆军官校好像在高雄的凤山 前身应该就是黄埔军校啊 黄埔 这还有两位说是上将 应该都是台湾方面的啊 我看上将一个叫杨天孝 就是那个孝口字边那个啊 叫唤那个意思啊 杨天长孝 还有一个叫吴达鹏 鹏 鹏湖列岛的鹏 杨天孝 吴达鹏 两个上将 然后下边还有断什么 看不清楚正什么 还有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炳和 周恩来的侄子周炳德啊 还有现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刚刚击败了什么 有江启臣吗啊 还有什么那个张亚中吧 是叫张亚中吧 还有谁来了 四个人争 是吧 最后朱立伦胜出了啊 现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他也算回锅的 他之前当过国民党主席啊 朱立伦 朱立伦是会计出身 他本人是外省人吧 是浙江人好像 然后他娶的是本省人 当然都是那种政治联姻性质的啊 还有晚辈 说晚辈叫许世民 言无许 世界的是人民的民 回头我查一下这位许世民是谁啊 还有七十四军王 于继时将军的后人 于沧海率 七十四军重后人 于继时跟蒋介石占亲 是蒋委员长的亲属 然后呢 也是嫡系 好像当过总统府的参军长 也当过侍从使的主任啊 然后也当过七十四军的军长 应该是于继时之后 这个张灵甫兼任过 他担任过七十四军的军长 后来抗战之后缩编 叫第七十四整编师 也叫首都警卫师 结果在鲁南 林仪的孟良顾啊 被这个肃裕 以这个差不多十倍的兵力吧 给包围起来了 最后给消灭了啊 就是 殉国了啊 于继时 七十四军 好像七十四军王耀武 山东人 王耀武也当过军长 啊 这个张灵甫是西安人啊 这个于继时是浙江人 在国军的山东的军界 在这个嫡系的啊 黄浦军 黄浦系的中央军里边 山东 山东级的将领 有个说法叫 三里不如一王 三里有李玉堂 李先舟和李延年 这哥仨加一块 都不如王耀武得宠 王耀武兼山东省政府主席 后来也是被华东野战军吧 许诗友啊 王健安呀 可能还有叶飞呀 好几个兵团 一块把济南打下来了 济南好像是 共产党军队打下来的 第一个大城市啊 不有个说法吗 叫什么 打进济南府 活捉王耀武啊 这里边要提到一个人 叫吴化文 吴化文是杂牌 是老西北军冯玉祥的人 让他在济南城外守飞机场 他也不愿意送死 带着他那一个军投降了 吴化文后来在共产党这边 还让他当军长 他是打进南京 中华民国的国都 占领总统府的那支部队 但是因为他是投降的部队 共产党一直不愿意宣传 是吴化文啊 这支投降过来的军队 占领的总统府